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 在重庆大田湾体育馆进行的2015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男子团体的第一场半决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半决赛的双方 就是宁波海天俱乐部队山东鲁能 现在双方的第一盘的比赛正在紧张的进行 目前是马龙以2比1赛事领先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男一队的教练 马俊峰教练和我一块为大家来服务 我是蔡毛 马俊峰教练 您感觉现在从马龙来讲和方博 可不可以用六四来分析呢 技术实力上 从场上局面看马龙是占决定上风 因为他是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方博逆讲的问题 但是目前情况下方博的势头逐步已经上了 比如说第四局是非常关键的 嗯 当时我记得在苏州市的平方球锦标赛的时候 马龙做的是方博比赛 对 市井赛单打决赛的时候是马龙4比2 在决赛中战胜的方博取得了单打冠军 你感觉从方博来讲 在他的整体技术能力上 在哪方面还有缺陷 方博近这一年多以来呢 应该说上升势头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在今年的苏州市井赛上 取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对方博来说 因为作为队里的潜重点 也是多年的培养下呢 最后能取得单打亚军呢 也算个人的一个突破 从技术打法上看呢 对方博来讲 相对来讲还是攻强守洛 相对他的正守呢 相对也是好于他的反守 特别在反守的相持啊 防御攻防转换这一块呢 相对来讲还得需要一定的 这个再加一些厚度 好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1 方博发球 漂亮 大家看到马铃和方博两位呢 在整体的技术工作上都是比较粗转比较临 特别是马铃 两面更加流畅 在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说 中国飞行队还是要加强在远台对拉的能力 现在看来我们远台对拉已经是不是不输于欧洲了 从上选球对抗上讲呢 现在应该说中国队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应该说 特别是大家看在大球里 现在我们对这种中远台对拉对攻的这种实力的加强 现在从现在比赛场面上看 大家可能都能感受得到 我们现在队员的跑动能力 对拉能力 这种多板的进攻能力 现在明显的比以前要增多 漂亮 大家看到方博这几球打得很有气势 在下面坐的是张继科 大满贯表主 他在今年的拼朝联赛中呢 他打的并不多 跟像马龙这样的运动员比起来 可能只有他三分之一的场次 他是七胜三负 马龙是打了29胜两负 在这段里方博打这个小高手 马上到我看这段 你像方博这劲儿来了 你感觉就势不可打 这个运动员是不是在这种状态下 一旦教练看到他出现这个状态了 那这个时候要连续让他不断的发挥 对 因为方博从开场来看的 因为他零比尔落后第一局是4比11输给对手 第二局其实他是在7比2领先的情况下 被马龙逆转了 被马龙11比9返回来了 所以第三局呢 也是在比分咬到10平以后 14比12最后非常艰苦的最后拿下来 我觉得对方博的自信心上 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所以这一局我们能看出方博这种正手的使用率 他的这个积极主动的这个态势 我们讲运动员我们讲精气神 他的进攻 他的这个与他的自信 密不可逢的 穿红色衣服的是郭克力 这是山东鲁能的教练员 今天张继科也出场 但是他只打第五盘 等一会儿我们让马俊峰教练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么拍 那现在放过8比3领先 今年 jo 你是那组看着 有 fortune 现在 Because 那家 现在 便 in 4比8 挑打 今天排阵第一盘是马龙方博 第二盘是林高远好帅 第三盘双打是圆安 林高远方博和张超 第四盘是马龙 对好帅 最后一盘是延安对张继科 漂亮 这盘从方博一上来开始 就是很积极 打球非常果断 力量也比较大 也比较凶 而且命中率也比较高 9比6 现在马龙变两个方博的胜手 都得分了 站在中路发反手球 这奖功非常凶 这几个球有什么特点 马龙应该说是打得非常巧妙 他从发球上讲 还是以反手发方博正手短 应该说是还是改变了一下战术 让方博在前发球上 他可能也摸不透马龙在想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马龙的经验上 现在还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到了局点 刚才方博是侧身 侧身以后用反手拧正守卫的球 马尔导是不是反手过去拧完了以后 就下一盘比较好前进 他看你接发球的位置 如果在正右方角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跳过去拧拉的时候 对方回到你反手的时候 难度是比较大的 漂亮 这个球打得非常好 这局我看 好像看方博的球 看的也不少了 但是我感觉这一区球 是打得最好的一次 马尔导你点评一下 方博刚才这一区球 方博从第四局开场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他的这个场上的气势 他的积极主动进攻的这种态势 都是我们讲咄咄逼人的 特别是在前三板上 他正手的使用率 他的侧身的这种欲望特别强 我们讲把马龙相对打得也没大有办法 不管是自己发球 包括揭发球 这个主动上手 这方面的都非常主动 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 马龙也做了一些挣扎 做了一些这种反的一些 把比分追到了9比8 最后还是 方博正手为一个拧拉 最后还是比较主动 好 观众朋友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现场直播的全剑 这是2015年 一共是南尼克10个队 采取的方法是 一个队定另外9个队进行两次比赛 所以一共有18轮 18轮之后 前四名排名的进行交叉淘汰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交叉淘汰的过程 那么男子呢 现在进入到前四名的是宁波海天 就是马龙这个队 还有山东主能张尼科这个队 还有八一大商 樊振东那个队 还有山东卫桥 就是梁庆坤波尔那个队 那么这四个队进行捉盗厮杀 现在是第一场半决赛 就是宁波海天对山东卫桥 那么今天晚上将是八一大商对山东卫桥 但是这个呢 我们由于转播时间的关系 这个就不转播 但是这场比赛呢 我们会在9月16号 也就是下周三的9点半早晨 为大家来播这场比赛 那在明天下午2点 大家注意 就是女子团体的决赛 将由北京首刚 对武汉安心百分百 因为这两个队呢 在昨天的比赛中 都分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首刚呢 是他们在比赛中 打得非常出色 是战胜了山西大土和哈宗李公 武汉安心百分百也是三比二 险胜五能 所以北京首刚和武汉安心百分百 女子团体的决赛 在明天下午2点 中央电视台第五套电视播 欢迎解释收看 那么在下周二 注意了 下周二 9点15 下周三 9点半 下周二 也就是9月15号的9点半 下周三 9月16号的9点半 下周四 9月17号的9点半 分别是另外的女子团体半决赛 男子团体半决赛和男子团体决赛的 这个播出 欢迎大家解释收看 也就是从星期二 下周二 下周三 下周四 都是早晨9点半 为大家播出这几场比赛 马龙测试墙拉 马龙教练 您看马龙这次拿到了 这个苏州市的平方机锦标赛冠金之后 你跟他见面或者观察的比赛 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没有 对马龙来说呢 取得世界冠军呢 是他个人的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也是 但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目标 还是能够像张尼科一样 取得大满贯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觉得马龙 对自己目前取得世界锦标赛冠呢 也非常高兴 但是他没有说满足 所以在训练中呢 他也非常地努力 所以他的眼神啊 包括他平时的要求 还是在孜孜不倦 一直在努力借给你去 每一节课都训练的特别好 是的 马龙呢是来自安山 出生在安山 然后后来小的时候到北京 那么安山拼协的副主席李扬东啊 特别还写了一封信啊 就是说现在安山市政府 对乒乓球非常重视 那么他的博拼网呢 也现在入住到了 安山的这个奥运的中心里面 而且安山呢 还有很多的室外乒乓球场 特别在公园里边 夜里的时候 都有很多球台 而且市政府专门安了灯光 所以呢 现在乒乓球为国争光 乒乓球要为全民健身服 他们特别希望马龙 能够在礼约 能够拿到奥运会的冠军 这样就可以实现大满贯 这样一个目标 马龙呢 今年是27岁 从小呢 就来到了北京 和丁宁是走过了一样的路 丁宁是大庆 他们从小都在北京队成长 那这样马龙呢就拿到了这个非常宝贵的一分 到目前为止呢 现在宁波海天是1比0 领先于山东路呢 稍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后面的比赛 马基雷你看这次的转播啊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声光电变化比较多 另外那个球台呢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了 你看从上面照下来以后 还有广告啊什么都在里头 另外广告呢 过去是广告牌 现在也成了电子的转向 你这个观察这次的平潮联赛 你有什么感受 对应该说现在的平潮联赛 也是进行了不断的改革 也是为了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 所以无论在场地的布置啊 包括球台的这种变化 包括在灯光啊 声乐这方面 我们都想了很多的办法 所以从去年的平潮的决赛 就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年比较特色的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球台上 大家看到 它可能在比赛的间隙吧 它有一些图像 都可以在台面上 都可以显示出来 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马上到你看那个球 现在是白色和黄色 中间一条黑线 你跟队员聊过没有 他们打这个球是什么反应 这个双色球呢 也是我们赛局 这个主导的一种改革的 一种尝试吧 特别是在我们平潮联赛当中 是首先使用的 也是我们平时训练的用的不多 主要是还是在比赛之前的 这一段时间 常规赛当中还是打的白色球 但主要是就是在这个决赛当中 去练这个球 这个球呢 可能我们习惯了想打单色球之后呢 可能双色球过来之后呢 大家还是有一些变化觉得 特别一个从两个颜色不同的 这个部位上 可能从这个硬度上 有一点区别 但最终呢 我们觉得还是从心理感觉上 再一个可能从球的运行速度上 和落台的一些规则性上 可能普遍总觉得心里边 因为打的时间少嘛 所以说呢 还是有点变化 但近期已经练了一个星期左右 大家我看在比赛场上还是影响不大 对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电视转播中 如果我们用慢动作镜头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那个球的旋转 到底是怎么转的 这个我觉得对观众来讲非常重要 另外您呢 马尔道你看这个梁静坤 是你的队员 那么这次在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我看梁静坤的表现非常出色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那你觉得这个平常联赛 他表现的怎么样 梁静坤呢 应该说今年代表山东卫桥呢 也是打进前四名 也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绩 他在整个常规赛当中呢 他是取得了23胜9负的一个成绩 因为今年卫桥队呢 也是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努力吧 因为他们也这个请来了 德国的头号外员波尔 比如说加盟到卫桥 但是呢波尔他只能打9场球 所以说呢大部分时间呢 是梁静坤还有崔青磊啊 包括还有余子洋啊 几名年轻队员周启豪 这几名年轻队员再去打 最后他们这个阵容能够杀入四强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 特别是能够压住上海 我们说上海这个农腾俱乐部吧 最后 最后是打第五 对 应该说是也是令人感觉到比较意外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们作为卫桥队的教练 尹销教练反正也觉得赛前 把梁静坤要过去的时候 就说今年我们卫桥是匹黑马 当时也做了这个预言 最终我觉得还是能实现这个预言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不错的 没错 而且梁静坤是来自我们河北唐山 所以这个唐山过去出了很多的乒乓球的好手 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有所成功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 马教练您认为宁波海天山东鲁能八一大商山东卫桥 是不是概率最高的还是宁波海天哪关您的概率高 从前几年的平超联赛上 应该说宁波海天夺冠胜率是最高的 但是去年是山东美南最后获得了冠军 但是从今年的这种状况上讲 我觉得现在还不太好说 因为毕竟常规赛当中现在是八一和宁波 现在是八一可能是在成绩上讲 可能略好于宁波 现在排位赛是排第一的 好观众朋友 现在刚才马力道讲到了 就是在18轮的比赛之后 它这个排位就是八一最后算小分 它是和宁波海天都是33分 但是八一算小分它是排在第一 宁波海天宿鸡是排在第二 山东鲁能排在第三 山东卫桥排在第四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到如果说半球赛完了以后 两个输的球队就不在比赛了 那么他们谁是第三谁是第四呢 就要看现在这个排名 现在的排名谁在前 谁就在前了 八一大商线在第一 宁波海天在第二 这个山东鲁能在第三 山东卫桥在第四 如果鲁能和卫桥两个是第三第四 那就鲁能排在前头了 他就不打了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现在大家看到第二盘的比赛呢 已经开始了 第二盘比赛呢 就是这个宁波海天的林高远 对山东鲁能的好帅 好帅大家比较熟悉 他这个今年32岁 在2010年的世界杯南传 2012年中国公开赛 单打冠军 他是天津级的运动员 左手红火球摆 胡键球接受快攻 手感非常好 基本功也很扎实 人们总觉得好帅 好像能够再卖一个台阶 但是这个台阶好像挺难的 林高远呢 他是比小帅12岁 今年只有20岁 他是2013年拼超男团的冠军主力成员 2012年世界青少年请教赛 他是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这个队是左手红火球摆 胡键球接受快攻 大家看到他这个打球的时候啊 他这个身体协调性比较好 打球比较零 现在4比4 林高远发球 逆旋转 行动相持 那这是山东队的教练郭克力 也曾经是国家队的比赛 马教练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我说了 就是张继科今天上场 但是他只打第五盘 是什么原因 因为张继科呢 因为前期的时候 俱乐部之间呢 有了一些问题 最终呢 现在有应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 一个意见 但是呢 从联赛当中呢 他的确 像刚才蔡老师也说了 他只打了10场球 他的竞技状态呢 没有恢复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他现在虽然是七胜三负吧 但大部分场次是在前几轮比赛 可以说两个多月的比赛当中呢 他真正的在赛场上的这个较量呢 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鲁能队呢 出于两个考虑 一个说呢 把继科放在第五场呢 他们的胜率概率比较大一些 再一个呢 对张继科来说呢 他可能 对整个山东鲁能排阵上讲 我觉得也是有点 这个田地赛马的味道 对 都让强的对对方弱的 是吧 力争拿下来一分 对 但是从目前现在这个 现状态上讲也很难说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看了第一场球 特别关键 就是方博和这个马龙 如果方博最后能够逆转马龙 做取胜的话 这个鲁能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因为对鲁能在常规赛当中呢 和宁波是一胜一负 都是打到了第五场 所以这个比赛最终的看点呢 我觉得 双打和第五场局 就是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最大的看点 所以我们说双打 虽然是这个唯一的一场双打 但是对拼超这种特殊赛这场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球 没错 你看这个女子两场半决赛 都是双打赢的最后赢 那么武汉安心百分百 他这个第一阻力 在第四盘的时候实际是五阳输了 输给了陈梦 但是最后呢五阳他们赢了 赢就赢在双打了 包括第五盘 丁宁他们也是一样 丁宁输给刘诗文 但是最后呢丁宁他们双打赢了 北京双打赢了 最后一盘也赢了 所以这个从实践证明这个第三盘双打非常重要 那让我看这个延安打第五盘 是不是应该说他也想到了可能张一哥会排在第五 嗯他们肯定会有这种考虑 因为作为鲁农来说呢 现在他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现在方波呢也属于特技运营 因为一个队伍当中呢实际一样是这样的 自己培养的运许有两个特技的运营 但如果说方波是一级的话 张一哥必须打到前面去 那现在就是方波也属于特技的话 那他们的排阵就非常灵活 张一哥就可以放到第五上 没错 他就可以了过来打 所以我觉得呢五能线目前的排阵 包括他们的板凳厚度 还是在拼超当中是最好的 没错 你这板凳厚度说的就是实际上一名员的全面能力 这后边那几个也好厉害 对 就比如说像鲁农现在这个队伍 在这个张继科没有上场的这个九场 这个这九场左右吧时间当中 就是以郝帅啊方波啊张超这几名队员 他们取得了九连胜 最后也这个奠定了他们进前四的这个这个位置 没错 所以说这个板凳厚度 那就是才是最终你能否夺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没错 而且张超呢 他原来是跟曹真打过一次世界皮膜球紧妙赛混合双打的冠军 那么在这次比赛中 也唯一也是张超赢了这个樊振东一盘 赢了他樊振东 樊振东所以说呢 他是全胜只有一负就付给了张超 现在9比9 大家可能对这个林高远不是特别熟悉 马尔导你对林高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感觉林高远的这个特色 林高远这名队员呢 应该说是训练非常刻苦 他自从上一队之后呢 他的这个日常的表现 我们讲也是得到了大家一个认可 所以在年轻队员当中呢 他曾经取得过 曾经取得过 世界青年锦标赛 巡回赛的单打冠军 总决赛 职业总决赛 青年组他取得过单打冠军 也是当时那个在一二年左右的时候 也是在年轻队员当中是最突出的一个 他的打法呢 相对来讲 以这种实力比较强 反手能力比较强为主 就像这种相持 但是他的弱点呢 也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他的正确 进攻能力相对于连续进攻能力 就像出这种半机会的时候 可能这是他的弱点 这输率相对还是高 对 稳定性差一些 稳定性稍微差一些 就是类似这种 转半机会了 其实可以得分的球 就是杀下去可以得分 最终他的这种得分能力还是差一些 我们知道呢 中国拼携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呢 就是来打造 这个中国庄主超级联赛 那么中央电视台体频道和 中式体育 在这方面也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 和中国拼携球协会 专门的以及专业人员 进行反复的研讨 就是对这个赛事如何包装 所以在这个整个比赛开始前 就进行了反复的 这种研讨之后 又 中国拼携呢 又翻过来 又找这个洪霜喜集团 又和他们来密切的合作 让他们推出这个器材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洪霜喜 这个闪光球台 这个是一个新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首先这个球台是个大屏幕了 另外呢 它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传声系统 就是实际是球打到球台上以后 这个声音呢 是可以可以放大出来 那么再加上呢 它又有这个灯光的闪光 同时呢 这个挡板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电子屏幕式 这样呢 就对这个商家的回报率啊 就相对比较高 另外场面到现场看的人呢 看起来以后也比较好看 显得很丰富 这个都是为了乒乓球 不断的能够推广 而采取了一些措施 另外呢 就是现在商家 在这方面 这个也不错 你看这个权健 是整体的冠名 这次呢 比赛的这个赛区 总决赛采取赛会制 还有一个派机机台 还有呢 这个红双喜的球台 提供球台和双色球 然后呢 这个递交 是天速来提供 所以整个形成了一个 就是这种 这个从器材到水平 可以说都是世界一流的 这个超级两赛 我们这次呢 中央电视台呢 在今年这个转播过程中啊 由于 由于这个赛事非常多 所以有些场次呢 没有完全能够这个 就现场直播 所以现在关于最后的这些 场次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调整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明天下午两点 将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中央战 就是由武汉 百分百 安心百分百 对北京 北京这个首刚 那就是 等于是丁宁这个队 来进行决赛 那明天下午两点呢 将现场直播 然后呢 下周一没有 从周二开始 周二 周三 周四 这三天的 早晨九点半 都有这个半决赛 和最后的男子团体决赛的时刻 欢迎大家进行收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重庆大田湾体育馆 那么现在中国平凡球队 这个一队 基本上都全部人员 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到了现场 我们也特别电话前采访了这个中国平凡队领队黄彪 黄彪领队说呢 他所见到的在整个这个比赛的现场里边来说 他认为这次重庆的这个是做的最好 整个感觉上从灯光啊音响啊 他说好像有一点什么呢 有一点那个文艺演出的那个味道 这就是把文艺和体育融为一体 这个到现场看球的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另外他也说呢 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到那里去 来实地也是一方面是声援 一方面的也是聚会 然后接下来 我们问到中国平凡队下一步的活动时候 他也特别介绍 将有这个全国锦标赛 将有这个中国公开赛 将有这个这个亚洲 亚洲杯 世界杯 然后呢 接着 我们到了进入东训以后 就是以这个明年的奥运会 为一个主体的来进行训练 看这极客张极客 今天他是打第五盘 他第五盘的对手 就是画面上刚才看到的延安 来自 延安是来自北京内部 去年的时候延安好像就是和马龙打宁波 宁波海天 对 去年也是半决赛 他们对了山东鲁马 对他们战胜了这个 山东鲁能赢了 对山东鲁能战胜了宁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球的速度啊 虽然是改大球了 40毫米 但是呢 由于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的提高 和训练的专业化 其实球的速度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减的 而且运动员的力量更大了 走 现在男子的这个名次啊 就前四名 要进行猪对厮杀 就是八一大伤 宁波海天 山东鲁能 山东卫桥 那么第五名以后的名次呢 都已经落幕了 那第五名呢 就是上海龙腾 实际上海龙腾呢 就刚才马杰连讲到的 许心和尚坤的那个队 另外第六名呢 是四川长虹 第七名是霸州海润 霸州海润在这次比赛中 表现得也非常不错 像翟超啊 呃 成经旗啊 范胜鹏啊 可以说河北霸州海润 能够打第七 都是一些年轻的选手 20岁 平均年龄 所以也很不错 第八呢 就是天津博士 博士能 第九是中超啊 江苏中超电来 第十是广东 深圳 明金海 所以要根据这个整个的 这个五到十的排名 已经出来了 那么一到四的 就是两个半决赛的胜者 胜的打冠军 输的第三和第四不打了 那就按照现在的这个排名顺序来 比如现在山东鲁能 是排在山东卫桥的前面 如果是三四是他们两个的话 那么山东鲁能就是第三 山东卫桥就是第四 目前的排名的前四是 八一大商 宁波海前速记 山东鲁能 山东卫桥创业 马尔导 您对 今天的这个排阵的情况 你感觉 你感觉这个局面会怎么样 因为这场球呢 我讲还是势均力敌 因为两个队呢 都拥有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强的 马龙和张尼科两名 这种主力队员 还有一个从整体实际上讲的 从两个队交锋的历史上看 在常规赛当中也是一胜一负 而且比分都是3比2 所以现在呢比分这个刚才我也讲了 最终的这个双打可能直接能决定这个整个比赛的走向 嗯 那双打从这个延安林高远和方博张超来讲实际可能也是势均力敌 并不是有一方绝对强吧 嗯因为双打现在从前两场打之前呢就是常规赛的这个主客场是山东鲁能战胜了这个两胜 啊两胜 宁波 嗯 但是从第五场上就是第一次较量的时候是张超战胜了第五场战胜了延安 嗯 完了鲁能的主场呢第五场是林高远战胜了张超 所以说这个局面现在确实不太好预测现在 而且现在第五盘是延安和张尼科 现在由于张尼科在最近一段打的比较少 那么延安呢是否就是真的下风这也很难讲 不好说这个球 所以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第二盘的比赛 在第一盘比赛呢马龙是战胜了方博 现在宁波海天苏姬是以1比0战胜领先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盘 就是宁波海天的林高远对山东鲁能的好帅 那这样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比 马尔道好帅这个球就好多人也觉得 认为它好像还能够再往上升一格 后来就上不去 你感觉卡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好帅呢 我们讲 最终性格决定这个 命运的整个的 我们不讲命运的可能讲最终决定他的成就 从作为运动员来说呢 我们讲比如说像张继科这一种 内在能力爆发力特别强的这一种 自我要求啊这种自我目标啊特别高 而且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特别这种倔强的劲 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对这种狠劲我们讲 这往往我们就讲好帅可能缺的就是这种劲 因为从他的技术上讲呢 因为从他的全面性啊从他的特点上讲 都具备了这种超一流队员的这种潜质 但是可能从他的内心来讲 从内在来讲 从这种狠劲 对自己的狠劲 对对手的狠劲 可能这一点上可能稍微有一点欠缺 欠缺啊 那你说从这意义上来讲 是不是马龙和张力科比赛这方面也有欠缺 马龙最近在一直在提高自己 我们讲马龙的韧劲是非常强的 我们讲他这么多年来最终能今年取得弹打冠军呢 我觉得与他内在的这种韧劲是离不开的 没错 我们讲这么多年他最后能够 我们讲十年的主力 他最终能够获得世界景格赛弹打冠军 就可能一般人可能也是超于常人的这种 因为他毕竟他在这个位置上 始终在国家队的主力位置上 他必须要自己去突破自己 没错 所有人也期待着马龙 马龙在这个礼约奥运 看看马龙能不能实现大满贯的梦想 今年马龙已经27岁 现在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每一盘都非常较劲 因为这边从形式来看 这边马龙独得两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所以这样他就还短一分 那么他短这一分 那就要看这几盘另外几盘 你看林高远能不能挤这一分出来 林高远如果拿不了这一分的话 延安和林高远能不能双打拿这一分 还拿不了的话 那么延安最后要磕张一磕 也拿这一分 所以这个就难度非常高 所以刚才马龙也讲了 这个双打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今天的胜负 如果双打谁能够赢 如果鲁能能够赢这个双打的话 那再加上如果好帅能够拿下林高远 那这样的话最后很可能就把这个压力压到最后的延安和张继柯身上 来 和 Col involved 和 facts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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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发自内心的喊出来 表达从形式上看 他也体现了一个竞技的高点 体现出了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 已经进入到一个境界 这样的话反应可能会提高 漂亮 按照现在比赛的规则规定 就是今天下午是第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然后晚上今天晚上七点半 应该是第二盘第二个半决赛 但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就是不能转播 但是我们这场比赛在后边将在这个 经过这个剪接之后将给大家奉献 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决赛的实况 欢迎收看 三比七 中央电视台 好 就好打了 因为宁波现在呢 他马龙两分基本上是 这个 基本是搞定了 就是肯定啊 就第一场打方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还是优势 所以如果林高远能够拿下好帅 那基本上这个就定局了 三比八 漂亮 林高远这个爆发力好像可以啊 对 林高远的反手进攻能力非常强的 那今天呢 好帅我觉得对林高远的拧拉不太适应 那他发球的时候 林高远台内拧拉 他直接下网 这一局就有三个 这个可能稍微加了一点侧选 所以好帅 这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好 这场球呢 对好帅的考验非常大的 因为好帅是应该是作为第一单打 他承担两场单打的人 他必须要战胜林高远 没错 作为他来说 所以这场球呢 他的压力应该说是 我觉得应该非常大 因为他这一场如果一输的话 林边落后 应该说是 胜利的天平 应该是大部分是偏向宁波的 这基本上没希望 对 所以说他 所以林高远 我觉得也这次 这场比赛呢 心态摆得非常好 第一局输了之后呢 后两局上去之后的发动 包括他的出手的质量 包括他的这个战术 也打得非常到位 所以我觉得好帅现在面临最巨大的挑战 没错 那这样林高远就以11比5 取得了这局的胜利 目前呢林高远是2比领先 刚才这个 马日岛说到了这个好帅的压力大 确实你打第一阻力 你怎么得拿一分 是吧 你一分都拿不了 那你这个怎么叫第一阻力 所以他肯定有压力 那翻过来 因为林高远呢有这个马龙做底 拿两分 后边还有还有双打 所以他这个就是拼着打 因为林高远呢 在常规赛当中呢 就打了5场 他上场机会并不错 没错 所以呢在这种半决赛当中呢 所以年轻队员嘛 也想去证明自己 通过比赛 所以我们讲 虽然第一局输了嘛 第二局看马龙在下边 给他也做了一些指导 我们现在也在看 其实对他的也是一个鼓舞 我想呢 年轻队员拼成这样 应该是拼得非常好 一到两下 观众朋友 大家看到的是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现在已经进入尾声 今天呢是半决赛日 到明天呢 就将是决赛日 所以这个乒乓球经过了 这三四个月的这么折腾 运动员确实非常累 非常的劳累 一周两赛 对一周双赛 这个是对这个大运动量 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打完第一战 紧接着可能要赶到第二战去 那么打的是双循环 一个队要和另外的九个队 要见两次面 那么双循环之后 就一个大排名 前四的继续决冠军 第五名以后就不打了 就名次就排出来了 那么前四的呢 也就是打一个半决赛 输的也不打了 第三和第四也不打了 按照那个排名 谁排前的谁就是第三 谁排后的谁是第四 然后最后呢 打那个冠军的争取账 我觉得这个改革也非常好 另外呢就是 这次我们看到电视转播 基本上两个小时 差不多都可以玩 原因也是这样 就是进行了一系列的 这个大胆的改革 比如说 到这个 第五局决胜盘的时候 是三局两胜 对 第七局的时候是打七分 到决胜局的时候打七分 双打采取也是三局两胜制 对 所以这样呢整个比赛呢 就节奏就比较能够控制 也保证了第五套节目 很多观众有的喜欢足球 有的喜欢篮球 各种不同的观众都可以相对准确的来看比赛 现在对好帅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这个时候紧张也没有用 只有说能够扬长地短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找到对方的弱点 然后一分一分的领先 这才是最后需要的 看看好帅怎么样 你看刚才好帅 在处理临高远景拉的时候 他采用了一个弹打的处理方式 所以还是有一些变化 优劣RA 律师 这时候需要的是胆大心系 该狠就得狠 所以这是靠平时 在技术上练就了一个 千锤百炼练就出一个硬功夫 另外一高人胆大 平时在心理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的训练 和思想的正确认识 在关键时刻才能够保持稳定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看到从上面照的一个镜头 那个是球台上是个屏幕 变成了暂停 这也是一个新的创举 中国平方队领队黄彪也谈到了 就是关于中国平方队创新的问题的时候 说我们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创新 现在我们也是在器材上也在创新 现在我们也和像红双喜呀等国内的一些企业联合起来 就是提出了很多新的方法 那么通过这些新的想法 使得中国平方球在器材上 在技术上持续领先 马尔导 你感觉你是好帅的教练 你这时候应该一般要指挥的话 要说些什么 现在首先还是要鼓劲 因为这好帅目前来讲 我觉得他的心态还调整的不是特别好 一个是 的确像我讲的他现在承担两担的任务 对这一场球他必须拿下的时候 我讲还是打到了他的 我刚才讲打到他的内心世界 打到他的根上 目前还是偏软 他们能够抛弃这些杂念 我就一分一分扣像你说的 我发挥我自己的实力 我不用想太多 相知当中该发力发力该输入出手 他现在还是有一定杂念在那儿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 他主要还是在前三板一个是对林高远的低板拧拉 包括他的低板上手上 现在相对来直接失误特别多 所以他整个他的战术体系打不出来 所以今天好帅应该有点半失常的状态 我觉得是 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对 那技术上说就林高远这个拧拉 他不适应 那整体说就像你说的 就是整个压力还是偏大 整个人在场上显得比较沉重 对对对对 刚才讲了 他的刚才就像这个球一样 像侧身的时候看到正手位的球 他整个人身体动不起来 对吧 跟我讲还是没有把这个包袱能够甩出去 在一个林高远的确今天打得也不错 是吧 在一个拧拉上 在反手相持上还是比较主动 把好帅的反手位相对来讲比较上 你像这种直接上手失误太多 所以他整个打不进他的一些战术体系里面 刚才大家看的是中国上的总教练 刘国良和红爽喜集团的总经理 楼世和 在一块在交流 林高远现在打得比较硬 也比较果断 反应也比较快 对 跑出来就这种 我行程正常来回球打起箱出来 这个球才有机会 你第一板拧拉失误了 别人戳你 你自己拧拉失误了 自己主动上手 根本就进入不了这种相持段的话 所以这球就肯定下风了 所以首先就是要认清这个东西 知道在相持中才有机会 就像这种 我第一板上手提高冰冬度 我多准备你后边的球 所以他前两局打的时候 你觉得失误有点太可惜 失误的过多 平时的训练差距有点大 而且他的手感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手感 所以还是讲到他的心理状态 怎么能够调整好 所以说越是在紧张的时候 越看着运动员的心理状态 能不能扛住压力 能不能战胜自己 特别像好帅 我们刚才讲了 他这方面的时候 可能越在压力大的时候 越是练习的时候 越练自己的力 你看这种强强对抗的遥远 明显比他要适当 感觉硬了 明显 敢往前挺 对 我敢发力 刚才对好帅来讲 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现在应该说还有机会 落后三分 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把这局拿下来 因此 让他炒来 ump broo 就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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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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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呢 我们讲还是林高远掌握住了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节奏 我们讲好帅呢 虽然第一局赢下来 后三局的确打的有一些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今天林高远确实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最终呢 我们看到林高远是以3比1战胜了好帅 在关键时刻等于是第二主力拿下了第一主力 拿到了关键性的一分 我们请这个马远道给大家再点评一下 这场球呢 是作为武农俱乐部来说是不能输的一场比赛 越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对好帅来说呢 他的压力呢 可能无形当中就增大 因为作为好帅来想打第一单打的话 他必须把这一场球拿下来才能够抓住第五场的这种获胜的这种几率 所以在场上比赛上看的第一局应该算是比较正常 好帅这个通过相吃通过他的经验虽然落后 还是最后反败为胜 但是后三局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林高远 从自己的气势上 在一个从他的这个战术上 牢牢抓住了好帅反手为这个 反手对反手这条线的优势 所以说呢一直能够压制住好帅 这个非常不容易 作为一个年轻队员在第四局的时候 也是心理上有一定的起伏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好帅追到7比5 最后才用8比5 最后暂停之后就拿下这一局 觉得林高远这一场球还是应该说是立功了 是的 好的谢谢马贼连 稍后我们来看双打比赛 稍后我们来看双打比赛 201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赛事转播 由喜利啤酒特约播出 冬风日禅 开启第一赛场 雪花勇闯天涯 为您呈现CCTV5年度直播赛事 中国禅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赛事 你不能再喝了 我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 没有身体哪有感情啊 少喝一点为健康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金牌公司 欧峰公务场 力翻820 力翻汽车 带上一颗纯净的心 去感悟世间纯粹的美 心纯净 行至美 我们探索更远 只为离你更近 在长城润滑油眼里 润滑美台机器设备 与护航神舟飞船同样重要 长城润滑油 航天级润滑保护 在您身边 全世界都在关注我 最小的头蟹都会被看见 新清阳男士 百分百专为男士设计 清透洁净 头皮毛孔 静爽去蟹 新清阳男士 静爽去蟹 无蟹可击 我无需隐藏 欧峰公务舱 历翻820 历翻汽车 入行轮胎 邀您共享 精彩丧事 向经典致敬 为勇者喝彩 皇家传承 金剑男 邀您共享 CCTV5 精彩赛事 入行轮胎 邀您共享 精彩赛事 百年卢州老教 教零酒 邀您共享 乒乓球 精彩赛事 手机用户 发送数字8 到1066 9999185 参与互动 将有机会赢取 由百年卢州老教 教零酒 提供的千元 现金大奖 入行轮胎 邀您共享 精彩赛事 欧洲足坛 风云再起 是灭坛 还是新生 东风入产 全新楼兰 助阵欧洲杯浴雪赛 足球盛宴 为梦想加油 为荣誉而战 红色传奇 金色梦想 凉茶领导者 金冠加多宝 邀您收看体育频道 精彩赛事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为大家 介绍在重庆 大田湾体育馆 进行的 全建2015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的比赛的 决赛阶段的情况 大家看到 现在正在进行的 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这场半决赛之后 相继是另外一场半决赛 举行 然后接着就是决赛 明天是决赛日 我们中央电视台下午2点钟 将给大家现场直播 女子团体决赛的实况 那女子团体的决赛呢 那女子团体的决赛呢 是在北京 北京首钢 是在北京和武汉安心百分百之间举行 就是北京首钢 那明天下午2点 那么后面的比赛 由于时间的 这个转播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将陆续给大家来播出 那么就是在下周二开始 二三四 每天的上午九点半 星期二的九点半 将是女子团体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星期三的九点半将是男子团体 也就是这场之外的另外一场的半决赛 那星期四 早晨九点半将是男子团体决赛的情况 欢迎您下周的二三四 来收看 上午九点半 来收看这个 这个我们没有转播的这个比赛 现在从整个形势来看呢 可以看到宁波海空队 现在已经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因为马龙的两分 基本是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尤其是他过了方博这一关以后 那么好帅要想赢马龙 几乎可能很小 所以马龙的两分已经有了 那么现在还 就是说 那么还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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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打 如果双打没赢的话 那么后会马龙这分也会拿下 所以刚才好帅 作为第一主力丢掉那一分以后 基本上就已经 就算宣布了宁波海天取得胜利 如果宁波海天假设取得胜利以后 那么就要看今天晚上八一大商 和山东卫桥 哪个队能够取得胜利 然后呢 胜者和宁波海天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今年的中央电视台的 平朝联赛的转播呢 又增加了一些机位 已经达到了十几个机位 这样呢 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的乒乓球转播团队 就是已经是奥委会 奥运会的这个乒乓球的转播团队 那么这个团队呢 现在呢 在平朝联赛上 又进行了很多大胆的 大胆的试验 包括 都是体育做的一些 整个的一些包装 像增加了整个比赛的信息 包括呢 包括一些赛事的回顾 这些都是使得这个收看 能够效果更好 现在中国听协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中视体育都在积极的 和这个有关的一些球队啊 进行沟通和协商 来反馈意见 希望呢 特别是能够希望 借鉴足球 篮球 排球 借鉴田径 借鉴很多项目 来寻找 中国平方球超级联赛 在下一个年度 如何有所更大的突破 也希望大家呢 积极的给予建议 光台员 曾经 张vest 张vest 张서 张一 张 张abile 漂亮 马继练在这个拼桃联赛的过程中 像你们这一队的教练 像尼管的梁景坤 包括这个马特 这几个运动员 他们都打了一个拼桃联赛去了 那这个时候 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个是跟踪自己主管的队员 再一个国家队 刘国良总教练 也组织了一些这种 我们专业的这种业务学习 包括这些多方面的理论知识的一些学习 这方面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拼桃联赛马上要结束了 是不是你们也应该忙起来 现在已经季节了 因为在这个常规赛之后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回到北京 因为拼桃之后 马上就在月底 就在泰国进行亚洲锦标赛的 亚洲锦标赛之后 开始应该说还是非常忙碌 所以刚才你说了 我们的队员的确现在很疲劳 现在这么长时间 失业紧标赛之后 马上开始三个月的拼超 打完之后 其实只有大概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进行一些训练 马上就要开始这种赛季 所以的确运动员现在 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能说我现在赛季打长了 我自己又进入一种 我需要调整了或什么 现在不允许你休息 特别是我们就在这个奥运会前一年 目前这个参赛阵容还在这种考察 包括磨练当中的时候 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的 这几个重点队员都是不允许有闪失的 那这个奥运会像你现在带着梁敬坤 比如说每个教练都带着一些不同的队员 对 那么这时候肯定要考虑 您是不是要考虑梁敬坤能不能进奥运 如果要进的话怎么去选拔 要积极准备 对因为他这个奥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的 这种我们说终极目标 所以对于运动员的使用选拔 包括打造 这是有一系列的一个系统的工程 特别是在临近奥运会的越近的时候 对运动员的这个考察应该是越重要 怎么说 因为现在呢 就像包括上一届的冠军张继科 目前他也在为自己的参赛这种资格 他就自己去努力 怎么说我之前我就已经是奥运冠军 我这次我就是 稳稳的是我那不一定 所以现在像 你有伤病或者什么其他原因 可以在比赛当中有个换人的 有这一个条件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11 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男子双打是采取3比2胜制 今天这场比赛呢 其实前面是很多的这个卖点 卖点在哪呢 就是马龙基本上可以拿2分 如果张继科他的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那么张继科和马龙是有的恰 但是张继科呢在今年的拼头联赛 由于这个呃其他的一些原因啊 只打了10场 所以张继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所以张继科这次呢 他排在了第5盘 就是要和盐啊 正好和盐相遇 那么第5盘呢 也希望呢张继科能够有一个到最后收官 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前提呢是必须打成2比2 但是马龙呢本身就一个人能拿2分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 就是鲁能其他的除了马龙之外啊 其他的场次都不能有闪失 遗憾呢就是说好帅呢 在打第一主力的这这样一个前提下呢 输给了林高远 这样就使得整个的这个比赛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就是说啊 基本上现在就是可能到不了 理论上是已经很难到第5盘了 但是呢体育比赛就是这样 不到最后一分啊 就不能见分晓 所以运动员还在拼命的努力 现在大家看到发球的是张超 这个运动员除了拿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混合双打冠军之外 就是在本赛季里边唯一战胜樊正东的 樊正东呢是全胜 就输了一场一盘 就输给了张超 现在发球的是林高远 林高远今年20岁 延安呢是比他大一点 延安是22岁 延安作为首饰由林高远发球 这边是方博和张超 章博是23岁 张超是30岁 好 今天林高远的发挥应该说是非常出色 无论单打还是双打 对单双应该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包括他出手的这种质量应该说是宁波海天的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盘 他出手的这种质量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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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对手拉了一个这种在节奏的慢一盘 但是林高远这种还是能放慢之后还能加厉 这种球就是他的状态已经非常好的一盘 刚才这一盘反拉也是 所以林高远应该说今天有点打疯了这种感觉 其实林高远有时候发挥啊 他一旦超水平发挥以后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自我的暗示 他慢慢就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这就是自信 所以自信呢不是想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对特别是拼超联赛 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年轻队员 他是有一个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一个平台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方博也是在半决赛当中 他站向周宇 就我们说拼超的那一场球 对他的自信心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像你刚才说的 他成功之后他的自信心可能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但对于这种像马龙啊张继柯这种 在大赛当中已经展示过的 有自信的队员呢可能拼超来讲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不如这些年轻队员这种刺激 所以年轻队员呢对待我们拼超这种半决赛 就像对待世界比赛一样这种重视程度 中国平方球的人才啊太多了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不能要想在平方球界啊能够有立足之地 就必须抓好每一个机会 像现在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时候展示才有可能迎来更大的舞台 延延和林高远6比5领先 所以这比赛的士气啊 要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 没错啊整个来讲 今天从林高远第二场开始 到目前的双打 整个来讲这种在场上的这种斗志 获胜的欲望 场上的状态明显的显得 这宁波海天目前来讲是吧 战据一定是上风 嗯我们讲呢 战据上风也不一定最后能决定胜局 还是看能否有持续下去 能不能抓住战机 在这个鲁能队目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咬住不放 一鼓作气 这是非常关键的 嗯 像鲁能这两名老舰 我们叫像张超 他们这种经验 啊虽然比赛比分一直落后 但他们场上丝毫没有这种放弃的这种欲望 因为在场上一直稳扎稳打 所以还是 这个比赛还是 说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 是的 那现在方伯发球 方伯呢这次排位是排在第七 他是整个的男子排名里 方伯呢是排在第七位 还是林高远今天 包括正手也反拉的这种成功率也比以前高得多 对他兴奋 兴奋度也比较高 今天打他比较好 你看 所以我说林高远今才发挥 应该说的已经 已经打风了他已经 没错 在这次的拼高联赛中 他整个排名排在第13位 赢了12场输了9场 这是林高远 但今天呢 就像马指导说的 是超水平发挥 所以我想呢 这个发挥可能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台阶 又一个 这个板板有板板上 包括板板质量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好 这样林高远 我们看到林高远最后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进攻 和延安就取得了整个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样呢 宁波海天和山东鲁能 在开始人们认为是势均力敌一场比赛 结果是以3比0 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现在请中国平方的一队教练 把吉封教练为大家点评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 今天这一场 首先还是要祝贺 宁波海天最后能够3比0战胜 鲁能杀入决赛 首先杀入决赛 再一个呢 这场比赛的比分呢 应该说是 还是出乎了我们一些预料 因为在失均力敌的情况下呢 最终宁波海天3比0的大比分能够取胜 这个还是发挥的非常好 那在今天比赛当中呢 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宁波海天的这个 这个工程呢 还是在于这个林高远 特别是在林高远 林高远第一局输球的情况下呢 他没有受到影响 特别第二局上去上场之前 马龙也在场下给了他一定的这个指导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从自信上 再一个从他的比赛的战术上 还是为他这个应该说 点了非常好的一些一些经验在里边 所以林高远上场之后的 从他的出手的一些这个果断程度啊 包括他的发球的一些落点啊 包括他相持当中的这种果断性上 应该还是压制住这种好帅 特别是值得表扬呢 就是说林高远能够在这种 这个单打的这种获胜的之后呢 还是在这个 在双打当中还能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为这个宁波海天 因为他之前的时候 在双打当中呢 还是两副那个山东五能 所以今天能够2比0战胜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林高远发挥的好 另一方面可能在好帅实力之后呢 他对他们这个双打的信心 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做最终呢 这个双打实力0比3告负呢 我觉得今天还是一个是输在自己心理状态 没有调整好 另一方面呢还是这个宁波海天当中的马龙的稳定 林高远的超水平的发挥 最终奠定了整个比赛的一个技术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到现在为止 就很快结束了 明天呢将是决赛日 现在女子呢已经明确了 就明天下午2点 是武汉安心百分百 对北京首纲进行比赛 那么我们中央电视台第5套节目 将下午2点现场直播 欢迎您届时收看 另外男子呢 现在已经有一个进入决赛了 就是宁波海天3比0战胜山东鲁能 那么等一会儿今天晚上啊 将是八一大商和山东卫桥的比赛 我们中央电视台呢就不转播了 但是这场比赛呢 胜者将和宁波海天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那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除了明天下午2点是女子团体 冠军争夺赛的现场直播 中央电视台直播以外 另外的三个没有播的半决赛和决赛呢 我们都在后面的比赛中啊 为大家呈现 大家记一下时间 就是下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这三天 每天上午的九点半 星期二的九点半 播的是女团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啊 星期三的九点半 是播的男团的 就是下一场 今天晚上这场半决赛 那么星期四晚 早晨的九点半 将是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 所以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那么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马进峰教练 好观众朋友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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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